昨天辯論 三勒後選的表現 我覺得後遺最好嘛 國台語這個都使用 那也攻守俱佳了 我看很多評論都說出乎大家意料之外 大家以為說他可能口才沒有賴清德 柯文哲好 但其實不然他準備很紮實 那進攻 防守我覺得都不錯了 所以我覺得 我也覺得予有榮焉 作為他的副手也予有榮焉 市長請問一下 中共有說中止部分 民進黨說中共接入選舉 唉 我覺得中共不要再選前搞這個真的不好 那當然另外就是對台灣 因為影響最大的就是機械業 化工業跟紡織業 那他先從化工業下手 對化工業的工廠當然有影響 但是對勞工影響特別大 因為一些年輕人現在要找工作 比如說化工可能就找不到了 影響就蠻大的 我是覺得 希望北京不要 一直在選前 你這個難免讓人家想說 你到底要幹嘛 我覺得不好 因為我也反對 我也要抗議 不過民進黨不談也是真的 好像都沒招嘛 你只要去溝通 只要去談 那民進黨現在提出來是說 在WTO之下談 其實在WTO之下對我們是不利的 因為你送到WTO 你是2509項產品不准人家進來 這是一個事實啊 WTO一定會說你是不公平貿易 你只有在ECFA之下談 老共讓利給你 才會爭取到對台灣比較有利的一些條件 所以民進黨真的沒有辦法 那也不能談 也不願意談 也不會談 也不肯談 那既然如此喔 等到侯有瑜跟我當選以後 我們一定會跟老共要求 我認為對台灣來講 要公平啦 公平很重要 但另外一點喔 他大我小嘛 他既然他大我小 很多地方他讓我們一點 我覺得也是天經地義啦 比如說我們的農業 我們那些是需要保護啊 我們是小農制 精製農業 農業的成本很高的啊 你如果都開放出來 我們農業是受不了的嘛 所以這個 但是我覺得這都可以談啦 你不談不是個辦法 老死不相往來 你一年還要賺1,600億 這不通 所以呢 如果是侯瑋瑜跟我當選 我們一定會談 一方面顧台灣的主權 一方面呢 顧台灣的利益 都會顧到 都會兼顧的 字幕視聴的話 再次看 一看 我們節目 中文字幕視頻 中文字幕視聴的話